在汽车行业日新崛起的今天 许多人比买起名牌车 更注重与汽车本身的许用感 去年宝马改款时推出的320iM运动套装 就是给了许多花少钱人也能开M3的感觉 让人眼前一亮 但是奔驰也是绝不认输 原计划下半年改款的车型就是C200 成就特别伴 迎战宝马320iM运动套装 套装价格也一模一样 奔驰这款运动套不是大批量生产的车型 该款前卖完这批就算了 与运动版相比 奔驰除了Burmaster柏林之音响系统 和18寸AMG5伏式轮圈之外 还配备了与车身相符的专属车标 这一点画龙点睛的做法 也吸引了不少车友的注意力 有经验的车友们都知道 如果你想要选装柏林之声音响 最便宜的话也得8000元 而AMG轮圈多得甚至 一两万都搞不定 看得出来奔驰的这一举动 明显是针对那些爱好运动套的 汽车爱好者 唯一的不足可能就是 它的17寸轮圈了吧 C200成就特别版的运动 较上一版本来说并没有变化 而且其产量也是少得可怜 想要这台车的车友们 等个两三个月都是常有的事情 奔驰C级再出限量新版 这对于汽车市场来说 是一个重磅消息 或许它的出现 会让其他的汽车厂商 有一些紧张感 促使整个汽车市场的良性循环 依我来看 不管是C200特别成就版也好 还是宝马的运动套也好 希望大家在买车之前 能够做好功课 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车子